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509集 范贤走到大皇子的身旁 说道 收兵回宫 秦家的军队要到了 大皇子的眉头皱得极紧 进军大队刚刚驶出皇城 此时呢 却又要收回来 却是因为一个自己怎么也不可能相信的消息 可是他知道 此时最在乎的便是反应的速度 来不及和范贤商量人们 他深吸一口气 让身旁的亲兵挥动了手中的小黄旗 黄旗一翻 皇城之上号角升起 节奏渐起 渐紧 正从皇城中如几条苍龙般 持出的进军大队 咒文号角回营之声 不约而同的同时收缩队伍 开始向着皇城的方向回池 而远方已经深入民宅街巷之中的队伍 也开始有了动静 范贤对身旁的下属比了个手势 那名下属点点头 从袖中取出令箭 发了出去 在皇城前的空中 划出一道凄厉的叫声 紧接着 书密院处 监察院本部处 各部崖处 各要害接口处 均有令箭破空之声响起 以为回应 令箭落实 在京都的近两千监察院密探官员 闻领而动 消失在了大街小巷之中 不一刻 整座京都的街道之上 再也没有什么人影可以看到 尤其是经过监察院 书密院 直通皇宫的那条天河大道上 更是冷清的令人心惊 只有几片油有青色的树叶 被一夜秋风紧吹 落了下来 在空旷的街道上翻滚着 不管太子是如何知道 秃公的消息逃出去的 樊贤站在大皇子的身边 说道 但长公主出宫 明显是有准备 他早就猜到了我们会做什么 大皇子的眉头皱得极紧 屈高临下注视着整座京都的动静 心里分析着 如果大军入京应该从哪个方向进入 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我们所有的力量为了图公都杀了进来 而他却是指挥着叶秦二家的军队 实时然从我们无法控制的城门中进来 樊贤平静地说道 他把皇宫让给了我们 再把皇宫围了起来 这算不算是请君入瓮了 我本想腹中开花 四面燃火 没料到 这把火没有烧到他 反而被他用了一层纱 就把我们这朵花给覆住了 范贤的手掌轻轻拍打着 皇城坚固的青石砖 悠悠说道 咱们终究还是低估了这位姑姑啊 长公主知道范贤和监察院的优势在哪里 所以她甘愿退了出来 让范贤突入宫中 看似掌握了一切 然而如今宫中有太后 有三皇子 有一贵贫宁财人 无数贵人 有胡书二位大学士 有无数忠于范贤的文臣部署 这些人是力量 可也是负担 如果范贤有一双翅膀 那长公主刻意流入宫中的这些人 就像是范贤翅膀上的铁锤 让她不得肆意飞扬 大军围城 只怕也围不住 像范贤这种可怕的夜行高手 然而如今 你肩负着清国的传承 宫中无数人的生死 范贤呢 你还怎么逃 你可忍心逃吗 大皇子一直沉默着 见获发下命令 开始着手准备 进行皇城坚守 准备一应器具 没有多余的闲心 陪范贤在这种时刻聊天 因为她知道 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恐怖危机 范贤目然地看着经理的这一切 似乎看到了李云瑞那张美丽到极点的脸 正用一种娇贤的目光看着自己 才轻轻地说道 我的好女婿啊 我可是为你准备了好多东西 她往皇城的宫中 脆了一口 似乎要脆到对方的脸上 不过她不得不承认 自己的丈母娘 在这些方面 确实比自己要强的太多 然而范贤在心里想着 如果不是因为那些极其诡异的原因 自己此时也不至于会 被这个作困皇城 能守多久啊 她对大皇子请教道 大皇子面色肃然 沉声说道 皇城强告 如果叶秦二家连夜突袭 未曾携带大型的工程器械 我可以守到最后一刻 身为征习军大帅 大皇子此生不知道经历过多少血战 所以面临大军逼惊 他没有一丝的慌乱 只是这句话里的最后一刻 却已经说明了一切 李云锐既然早有此策 叶秦二家不至于没有准备 范贤低头说道 我只希望你能够多支撑数日 领军打仗只能靠你了 支撑到信使通知各地驻军 和那六路总督来源吗 大皇子扫了他一眼 不客气地说道 死了这条心吧 那些信使不可能还活着 范贤在心里 在心里叹了口气 想到 我等的可不是那些人呢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皇城之上响起 几名盔甲在身的进军士兵奔至二人身前 旦夕跪下 说了几句什么 范贤站在大皇子的身后平静听着 心里并没有什么吃惊的感觉 一夜搜索 抓住了皇后 却没有抓到太子 而派往叶秦两家府上的士兵 也是扑了一个空 正如长公主当初派人包围范府 结果呢 也无可奈何地扑空了 这是一个道理 这些老一辈的人物啊 即便如今没有了当年的利器 可是对于风波的动向 依然瞧得十分清楚 尤其是向叶秦二家 既然铁了心要牵着长公主的裙摆造反 那哪里会让范贤他们抓到任何有用的人质啊 至于另几名亲孝 则是向大皇子分头禀报此事京都内的防御情况 大皇子微微皱眉听着 挥挥手让他们下去 转身对范贤说道 眼下的情况是 如果按照既定的方法收索入宫 等若是将皇宫外的所有地势 全部交给了他们 叛军摆好了阵势 围住这座工程 我们再无反天之力了 范贤看着他 但问题是 如果我们从叛军入城那一刻 开始进行骚扰 也只能起个骚扰的作用 根本无法起到太大的作用 大皇子说道 我手中的兵力太少了 此时 朝阳一生 红红的光线照耀在珠红色的宫墙上 再反射出去 令整座工程与前方一大片的广场 都笼罩在暖暖的色泽之中 便是皇宫侧后方那条轻轻悠悠的护城河 也浸透了令人心迹的红似鲜血一般 如果要拖延时间 必须在他们入京都城门的第一刻开始 便发动打击 大皇子看着朝阳 微眯着眼睛说道 眼下的问题是 你监察院的密探被四方的城墙隔绝 根本无法滴入情报 我们必须猜一下 大军会从哪个城门入京 由城门至皇宫有一段距离 足够我们杀一杀对方的锐气 樊贤低头说道 如果真要我猜 大军由何处城门入京 我赌正阳门 和我的想法一样 大皇子点点头 叛军由元台打赢直赐京都 最近的一处城门便是正阳门 而且十三城门司的布衙 也设在那个地方 张德青虽叛 但是只有那座城门 是被他亲自控制 长公主方面的大军 由此门入京 最为安全通畅 大皇子周梅说道 我在那里留了一个骑兵队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言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反显看了他一眼 眼瞳里闪过一丝异色 敌我实力悬殊太大 想预敌于城门之外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他与大皇子 必须在叛军入城的那一刻 便给予对方一次沉痛的 记忆深刻的打击 才能烧减叛军锐气 然而这一支投入进去的这个部队 一定会被大军的汹涌之势吞没 只怕一个人也活不下来 似乎察觉到 范贤在想什么 大皇子微拧眉头 沉声说道 身为清国氏族 舍生忘死 理所应当 范贤微色想着 只不过呢 是天子家的争权夺利 却要这些普通氏族 去抛头颅洒热血 便在此刻 一阵尘风略来 随风而至的 还有皇城上下 一些充满热血与杀气的声音 正是那些进军内部的小官们 开始对自己的部署 进行着战前的最后动员 一时间 皇城内外一片肃杀 空气中 似乎都弥漫着紧张 最后一次问你 要不要走啊 大皇子眯着眼睛 看着东方的那座城门 看也没有看范贤一眼 当大军围攻了 再想突围 就不可能了 这个问题 他与范贤已经商讨过了 几次了 大皇子原意呢 由自己带着进军 将叛军吸引在京都 之中进行血性的搏杀 而范贤呢 则在监察院 一千多名密探的帮助下 带着宫中的那些人 寻觅出一条活路 杀出城门 急速南下之魏州 范贤依然如前几次商议时一样 轻轻摇了摇头 且不说突围有几分成算 即便能突 他也不会让大皇子 一个人被长公主方面的大军 撕成碎片 而且他心里还有一个极大的期盼 让他牢牢地将双脚站在城墙之上 他顺着大皇子眼光的方向 盯着昭阳下愈发庄严的正阳门 一言不发 整座京都并没有随着昭阳的升起而醒来 数十万百姓害怕地停留在家中 竖着耳朵 听着外面的动静 民宅间的街巷 天河大道 各处衙门 空无一人 静无声息 如此的安静 如此的冷清 只让人觉得初智的白昼 依然还是无尽的深夜 整座京都已然变成了孤城 死城 现在此时 尘封里忽然传来了一声不祥的声音 似乎是厚重的京都城门被人打开了 听不到马蹄阵阵 听不到马斯长鸣 没有盔甲与长剑护壮的声音 没有看到军旗飘斩 隔着这么远 应该听不到城门开河的声音 但在这样死一般寂静的京都里边 城门处传来的任何一丝异动 都会触碰皇宫处这些人们敏感的心思 范贤火然地转过身来 看着西方与南方的几处方向 注视着那几处监察院密探 冒似发出的情报清烟 眼瞳微缩 片刻之后 他和大皇子对视一眼 开口说道 我们都猜错了 大皇子脸上的神情凝重到了极点 点了点头 清烟四起 号角渐响 由皇城居高临下望去 便可以发现 此时的京都外围城墙 在不同的方向出现了数十丛烟尘 提声如雷 正轰隆隆地从城门处 沿着京都里四通八达的大道 向着皇宫的方向杀雷 范贤和大皇子猜叛军会由正阳门入京 却没有料到叛军居然如此光明正大 气势逼人地从九座城门处同时入京 皇城之上的二位皇子倒吸一口冷气 心想 长公主手下的叛军究竟有多少人呢 竟然敢分兵由九座城门进城 以堂堂正正之势压城 营造出如此可怕的声势 便是一瞬间京都四面进狼烟 京都正阳门外 黄土被急吃而过的马蹄踩碎碾烂 再被踢起 变成一片土粉尘烟 渐渐升高 变成了一片黄烟 遮住了初始生出地平线的朝阳 所投射来的光芒 让整座城门内外都变得有些幽暗 五千人的骑兵大军正五旗一排 以稳定的速度 向洞开的正阳门里驶去 一切都显得那样的沉默与快速 马蹄带起来的烟尘 被这些骏马一冲 向城门内刮去 看上去就像一条无头无尾的黄龙 正不停地往京都里挣扎着进入 意图去吞噬那些可怜的凡人们 在漫天的黄土之中 一方大大的军旗正在迎风招展 黑色旗帜上绘着个大大的琴子 琴子的最后一撇用力地刺出 看上去给人一种牢不可摧的力量 纵使在漫天烟尘之中 依然杀气十足 前任的疏密院副使 如今的京都守备师统领 琴家第二代的领军人物 琴恒就在这面旗下 平静地看着自己的军队 以一种莫可抵御的气势进入京都 他眯着眼睛 却没有捂着嘴鼻 以及吸入黄土 他只是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胸中浮现出异常复杂的情绪 身为京都守备师统领 他对于这座正阳门再熟悉不过 知道如果城门紧闭 如果仅靠这三千骑兵 只怕冲上三年也冲不进京都 庆国的国都在历史上 曾经被外敌围困过 但从来没有被敌人打入城中 这座历史并不悠久的京都 充分展示了他强大的防御力量 然而今天 这座京都的城门终于被攻陷了 正如庄默罕大家在他书中曾经说过 历史上最强大的国都被攻陷 往往是被人从内部攻陷 今天这一次庆国的叛乱也不例外 清衡看着这一切 身为庆国军人的他心情十分复杂 对于那位轻轻松松便控制了 十三城门司的长公主殿下 感到无比敬佩 无比害怕 然而此时的局势容不得他想太多 今日大军分有九座城门入京 他所领的骑兵大队走的是正阳门 他必须抢在所有人的前面赶到皇宫 此次大军集合了秦也两家的大军 以及京都守备师 共计三万余人 而皇宫方面的防御力量 合共加起来不足六千人 大军入京要的便是堂堂正正 以势逼人 务必要压在皇宫里的人们胆怯心斩 投降而出 对于秦衡来说 以六对一的兵力来打这一战 实在是算不上什么难事 他从来没有想过 皇宫里的那些熟人 可以抗衡如此强大的军力 他的童中闪过前面急车而过的骏马 将士 然后闪过一个人的名字 对于秦衡来说 他并不怎么担心皇宫方面 而是担心叶崇会抢在自己之前 赶到皇宫 想到叶崇这个名字 秦衡吐了一口啄气 这位京都守备师的常任 领了太后旨意 却没有退回定州 虽然眼下看来叶家的不退 也是长公主暗中的安排 对于今日京都之战意义重大 可是对于秦家来说 叶家军力的存在就有些别的意味了 叶崇是二皇子的岳父 而秦家理所当然支持太子 所以秦老爷子下了死令 为了太子将来的皇位稳固 秦家大军必须在这一战中 表现出足够强悍 必须赶在叶家之前倒达 秦衡一家马赴 率领自己的亲兵营 加入到入城的队伍中 变成了黄龙上最亮的一片鳞片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Set文字幕广��讨计计 expresion 庆余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